哈啰小伙伴 你们好 今天我们来喝江小白 江小白应该是在年轻人当中 比较受欢迎的一款白酒 而且年轻人喝白 喝这个江小白一般都不会直接喝 一般都喜欢对一点 像雪碧啊或者红牛那样的饮料 就类似于鸡尾酒那样 而江小白自己的广告当中呢 也有这种类似于鸡尾酒 这种搭配的推荐 他的广告就是 上面这几种 一种是冰红茶 一种是椰奶 还有一种是橙汁 今天我就来试一下 是否官方推荐的是不是特别的好 首先我们来先试一下这个冰红茶 按照他官方的那个推荐的话 那个比例是1比3 一份香小白也要配上三份那个冰红茶 这样一杯好像也 好像也有点多 不过有这个其他饮料稀释了之后 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醉 可以闻到有一点点白酒的味道 但是没有没有这个冰红茶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冰镇的 有点 我喝上去感觉好像不太好的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红牛一样 这样勾兑一下 第一种搭配不好喝的话 我们接下来试第二种 试这个椰奶 倒比椰奶的话 我还是第一次 喝上来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 这个好像还可以 用口的时候你尝到了只有椰奶的味道 但是你当你腌下去了 腌下去之后 那个白酒的味道才被释放出来 这个如果冰镇呢 应该会更好喝 最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橙汁 这个橙汁的话 我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它会比之前那两个 多了那个冰镇的头盖 这个橙汁呢 因为它是先炸的那种 所以它本来就有 带有一点点的那个苦味 这个白酒的本身也有一丝丝那些苦味 所以这个喝起来就比较苦一点 但是因为冰镇过 所以口感也相对好一点 这三种搭配的话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椰奶那个 因为那椰奶那个的话 口感那个橙汁会稍微丰富一点 因为你刚一开始喝下去的时候 是椰奶的味道 但是当你腌下去的时候 那个白酒的味道 味道才会涌现出来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那一个搭配 好了 本期的姜小白鸡尾酒 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